彩虹女的皮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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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喵喵喵喵 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Gina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開架彩妝的心得 那因為我已經化好妝了 所以我今天的開架彩妝 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它好不好用 然後推不推薦 值不值得購入這樣 因為這些彩妝我其實買了一段時間了 好那我們趕快開始 首先呢是這個MISSHA的 義大利系列的唇鼻 那我買到比較多的是霧面的 亮面的買了兩支 但是其實亮面的沒有買到 我很想要的顏色 是比較深的顏色 那我稍微的刷在手上給大家看好了 亮面的不用多說一看 就知道它非常非常的飽和 然後它的水感也很夠 如果擦在嘴巴上面還有手上的時候 那個滑順度是你沒有辦法 又想像得到 唇筆可以這麼滑順的那種感覺 畫上去你會覺得 會無限的想把它延長畫下去 飽和度很好 然後齒色度也很好 這一支的話 大家如果看到架面上 喜歡的顏色 不用思考可以入手 那霧面的呢 霧面我覺得它也是好用的 但是比起它這個水光的那種驚訝感 就減少很多很多 可是如果你有看到喜歡的顏色 我覺得也是還OK的 不過就是大家知道 長得跟這個一模一樣的唇筆 還有另外一個 是歐皮的這一支 因為歐皮的這一支 價錢實在是太太太太太逆天了 我記得它只要一百多塊 還是兩百出頭就可以買到 那這一支的話好像要三四百塊 所以比較起來呢 當然是歐皮的這一支 CP值比較高 如果你有看到喜歡的顏色 我覺得也是OK的 因為它的持久度也還蠻好的 就算是淺色持久度也還不錯 一樣是很滑順好推的質地 然後霧面的感覺是比較粉霧感的 所以它在嘴巴上面的霧面效果 也是蠻強烈的 那這支霧面的話 我好像買了蠻多個顏色 五六個顏色吧 那如果大家 大家如果有想要看MISSHA的這一支 試色影片在留言跟我說 這個也是唇筆類型的 這個是愛茉莉旗下的一個牌子 叫什麼啊 MAMONTE 我如果是看我朋友買 好像還蠻好用 但是我自己試用起來我覺得 很乾 就是推在手上就是很乾 顏色是還蠻好看的 我這一支的顏色是11號 然後這一支比較橘的是15號 顏色是好看的 但 就是我刷在手上 它已經會有那種皮屑跑出來 所以我看到嗎 它這樣刷出來的時候 已經有一點點 屑屑了 但這兩個顏色是真的都還蠻漂亮的 這個呢 接下來我們分享3CE的 首先先買了兩個這個 這個我一直捨不得拆開 它長得好可愛喔 哇 超可愛的 超小一個 跟在那個盒子裡面 看起來感覺不太一樣更小了 好Q喔 裡面流汗了 超級可愛 然後還有小鏡子 我覺得這個 很不錯喔 護唇膏的這種質地 像這樣很淡很淡的質地 很奇妙 是 是不是因為表層比較油 現在上面整個充滿了油光 我本來是想用淺色的 但是我現在覺得應該用深色的比較看得出來 顏色還蠻好看的 主色系感覺的這個 然後 也跟裡面的顏色感覺起來是蠻類似的 但是它這個唇膏 就是 輕輕一滑的話 就會有一點點 太軟 我不曉得它夏天會變什麼樣子 裡面抹的那個觸感 比我用到的護唇膏 都還要再更軟一點 但它好像沒有辦法達到那種 很亮的唇膏的感覺 對不對 這盒子實在是太可愛了 這個 這個 浴霸不能欸 超級超級可愛的 這盒子非常值得去買 那我就是特價的時候買的 如果大家看到特價的話 我會非常非常的推薦 因為它真的太 它的盒子太有質感 太好看了 接下來是這盒 三個顏色 的眼影盤 是不是很療癒 這個系列的眼影盤呢 我覺得價錢有點偏高 但是 如果你是3C控的話 我還是覺得蠻值得的 因為它的那個 亮片很亮很亮很亮 然後三盤的顏色其實還蠻實用的 它的亮片呢 插上去很亮 但是它蠻容易飛粉的 如果你要用他們家這個亮片上大範圍的話 建議還是擦一下眼睛的primer會比較好 那它總共有三款嘛 我比較常用到的是粉色的這一款 粉色的這一款 這個也是蠻實用的 就是比較偏大地色的 可以看到它的那個閃片 真的很傻 我隨便刷兩個顏色給大家看好 刷比較亮的 把裡面的顏色給你們看好 欸 刷到一個霧面的 這個是霧面的 這兩個顏色閃到不行 那這個紅色這一盤裡面 它的那個珠光是 珠光加上有大亮片 這兩個裡面都是有金色亮片的 不曉得拍不拍得出來 但這兩個顏色就是那種 閃到爆炸的那種 所以這三盤裡面 我是比較喜歡這兩盤有珠光色的 它裡面的那個珠光 還有他們的閃片的質地都不太一樣 有一些是全閃的 就很像鑽光的那種閃 閃爍的感覺 那有一些就是珠光 但是它珠光裡面 還會有加大顆粒的金色亮片 所以這兩盤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顯色 很飽和 那個暈染也還蠻好暈的 再來是這個 這個我超級喜歡的 然後這一罐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也是有一點點缺貨的狀態 所以等了一段時間 它是有點類似 插在指甲油裡面的那種亮片 那像這樣 亮片算是銀白色的珠光色 然後如果有燈光的時候會非常非常的閃 那我覺得它這個顏色有一點那種 人魚偏光的顏色 非常非常好看 就是會變得有點 銀色紫色綠色這種 裡面的那個珠光閃片啊 也是有分大小顆粒的 所以你是可以自己調整說 你來哪個地方想要比較大顆一點的 然後等它乾乾掉之後 就不太容易會掉了 接下來是這個 3CE的新春組合 它整個就是全部都是紅色系 跟有點偏橘色系的彩妝組合 那我買了兩組 一組是之後要送給水粉的 然後兩顆腮紅 腮紅就是 它的腮紅非常非常的血色 所以用的時候要小心 它的腮紅基本上就是可以當成 眼影跟腮紅使用 這兩個顏色都還蠻重的 有沒有非常的顯色 粉質的話我覺得摸起來是還好 就是跟它的眼影比較起來的話 這算是偏粗的 但這兩顆腮紅的顏色 我自己覺得是還蠻好看的 然後組合裡面還有三款指甲油 指甲油的顏色都非常的好看 但是他們家的指甲油缺點還蠻多的 那是我剛剛 我只是輕輕的開了一下他們家的那個 我旁邊就裂開了 那我這個是有刷非常非常多層 上層還有底層刷出來的感覺 就是這一次的顏色之一 顏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刷其實沒有非常好刷 然後也沒有很快乾 也沒有很耐碰撞 然後它很容易色素沉澱 而且幾乎是每個顏色都會色素沉澱 所以如果你有三四個指甲油 又不想要浪費的話 你一定要記得擦一層底層 或者是甚至擦兩層底層 然後他們家的指甲油品質 其實是有點層次不齊的 所以它的那個價錢來講的話 我覺得CP值是不高的 那接下來分享 比亞的彩妝商品 那比亞的話 大家可以在虛神室買得到 但虛神室的東西沒那麼多 所以你們可以上GMarket買 它的CP值就是爆掉 它不管每樣東西 就是CP值爆掉的價格 這個是 也是這一種 閃閃發亮的 它的閃片是一樣大小的 然後不會不均勻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它在眼線還是眼下的時候 都不會群眼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很棒 這一個 如果你有喜歡的顏色 也可以買回來玩 那種什麼聖誕節啊 需要特殊妝容的時候 就可以 試試看 因為它 整個飽和度 我覺得很夠 乾掉之後 你不要太過於 用力的去搓揉它 它也不太容易會掉 紅色眼線液 這個眼線液筆我沒有很推薦 它蠻容易 它太水了 所以它很容易散開 畫在眼周的時候 是沒有很好掌控的 我加上這個顏色比較淺 其實只能做一點點淡淡 然後有點落影落線的感覺 不太能畫出那種很飽和 很銳利的眼線效果 所以這一支的話就 再來這一支也是一個眼線液筆 它一樣是這種很特殊的眼線液筆 但大家可以看到這兩支的那個 飽和度就差蠻多的 這個它其實是有點透明的顏色 會比較適合當成 眼影上面會閃閃發亮的那一種 打光或者是下眼影 需要一點點 Bling Bling的感覺 那它的那個 珠光是很細的那種珠光 就這個是比較類似眼影粉的那種珠光 接著 這顆是Etude House的眼影 Etude House的眼影 不用多說 就是很值得買的眼影 飽和的金色 超級漂亮的這個金色 就閃度剛剛好 然後顏色很美 它是有點金棕色 裡面有帶大量的金色亮片 所以上在眼睛上面 也會非常非常閃的那一種 這顆我很喜歡 這個顏色是BR419 這個金色真的很美耶 它整個都在閃 頭皮有六個 接下來是比較偏日系一點的開下商品 這個 非常的不好用 結果我一直在想說 因為日本人很喜歡畫那個臥鏟 我喜歡日本的臥鏟筆 會不會很好用 我就一直在找 但是這個真的是 很不好用啊 外殼包裝就是一貫日系 開架商品的 很沒有質感的包裝 跟寒氣的採風機差很多 然後它這個是雙頭的啊 這一邊是 我們一般看到的這一種 這樣子畫上來的 它閃度是夠的 但是它的粉質非常非常非常粗糙 然後呢 它這邊就是讓我更 更傻眼 看一下它的介紹 它這邊居然是 美容液 有人會在化妝 底妝上完之後 然後再用美容液 把這地方的 底妝都推掉嗎 我覺得是還蠻不可思議 我原本期待它可能是 有點像眼影primer這樣子 會讓 臥蠶的那個顏色 比較不容易掉 但我後來發現 它居然是美容液 這還不相信 日本的臥蠶筆 再來我還買了一支眼線筆 這眼線衣筆 是渡邊紫美代言的 我去看是它代言的 我才買的 然後它的外殼 包裝這個 這個外殼 非常的漂亮 很有質感 但是呢 一打開來 又是一支 很日系很沒質感的 眼線一筆的外殼包裝 這外殼做得非常的好啊 為什麼裡面會這麼 這麼樣的呢 這支的價錢也不便宜 要580塊 它整體是好用的 就它這個刷毛啊 一樣很順手 也可以畫得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整體來說 我還蠻喜歡這一支的 它的顏色有點偏綠色 不是那麼溫暖的 咖啡黃色 可是顏色上來講 我並沒有非常非常喜歡它 我覺得它這個顏色 比較適合當成 那 畫眉毛的那種毛流的感覺 因為它可以畫得非常的細 但它整體的那個毛刷啊 然後色料的飽和度 還有操作的手感柔軟度 都還不錯 就不會讓眼睛造成不舒服的狀況出現 接下來是這兩罐 我之前擦就一直一直一直被問的指甲油 這個是日本的 算是日本的指甲油裡面評價 還有一罐大概是200塊以內的價格 那這兩罐呢 我記得有一罐它是比較稍微再貴一點點 就是它們是不同 它們蓋子不一樣 然後是不同系列的 但我覺得用起來呢 是差不多的 比較貴的那一款呢 它的那個水光透明感會比較重 但是兩款擦起來 如果你沒有很仔細的比較的話 其實差不多 但是是很值得買的 這兩罐 這兩罐顏色還蠻好看的 我再貼給大家看 因為這兩罐我只要擦 就一定會被問 是很漂亮 然後很襯膚色的 這個是裸色 然後這個比較偏玫瑰色的 我個人覺得它還是 沒有比interway的指甲油還要超值啊 但這牌子的指甲油顏色比較多 就比較好挑 這指甲油呢 它擦起來一樣是很快乾 然後它的那個刷頭是蠻大的 很適合新手用 然後濃稠的質地也剛剛好 兩罐都非常非常的好刷 刷兩層就 比較淡的這一罐 可能要刷三層 那這一罐比較深的話 刷兩層就非常的飽和了 所以這個牌子的指甲油 我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接下來是指甲油 這個 Chifley的指甲油 那這個牌子如果你有聽錯的話 就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一個彩妝品牌 整體用起來的質感不是屬於很好用的那一種 你們看它其實裡面已經有一點點油水分離了 但我這個啊 我是放了很久很久 它都還是很完好的 但我這個其實也沒有買很久 它就會有這種不難用 但也沒有特別的好用 就缺點並不會很大 就是整體就是很綜合 以它的價錢來講的話是可以買的 這指甲油也是蠻好擦的 然後擦上去的快乾速度我覺得也還是OK 不過它的持久度相較於剛剛分享的 還有Intergrade的話就沒有這麼的好 但其實今天介紹最不好用的指甲油 應該是3CE的指甲油 接下來是一盤1028的眼影盤 這個眼影盤呢 顏色蠻好看的 打擱了 是這樣子玫瑰的眼影盤 然後也有附鏡子其實還蠻貼心的 然後它 它只有兩個顏色 它就附了兩個刷子 顏色還不錯 外出攜帶還蠻方便的 粉質也不會很粗 但是略乾 就是你摸起來的滑順度普通 兩個顏色都是金屬珠光色 然後比較低調的那種 但是飽和度很不錯 刷在眼睛上面的效果也還蠻好的 那顏色配的很實用 這一盤呢它整體的顏色啊 然後裡面的上色度啊 質感等等我都覺得還不錯 也都還蠻貼心 但唯一我不喜歡的地方就是 它的這個外殼 本人看起來真的是 眼影界裡面算是偏醜的 我們看3CE的這個塑膠 然後就非常的有質感 但是這個本人看真的是 我很不喜歡 加上這個英文字 如果你喜歡這個外殼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盤很OK 很值得入手的眼影盤 然後它也很方便 什麼都有了 最後一樣是一個3C電子產品 這我在日本隨便挑的 燙睫毛的工具 它是Pandasonic 然後羊唇這邊打開就可以加熱 加熱之後它這邊也有一個 顏色 它會慢慢的變色 然後變到完全不是紫色的時候 就可以用了 我覺得個人覺得還蠻好用的 它真的是可以讓我的睫毛很簡單 然後隨便刷兩下就變得翹翹的 不過因為我個人是沒有用過 其他牌子的燙睫毛器啊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說 它有沒有比較好用 但是我自己個人 刷在眼睛上面的感覺是很不錯的 像我今天的睫毛 就是沒有用睫毛夾夾的 直接用這個刷的 還不錯吧 好的以上就是我這一次的 開架彩妝專利品分享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這影片按讚留言 訂閱加分享 如果你們還想要追蹤我的更多 即時動態的話 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微博都歡迎大家加入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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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眼看 還會不會有更多的 我來也會不會有更多的 我是有個角色的 我也會不會有更多的 在一起 我按摩 我按摩